笑笑資訊報 哈囉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笑笑資訊報 你今天有沒有哈哈笑呢 我是主播丫丫姐姐 那今天一樣呢 就由丫丫姐姐呢 來帶大家認識笑笑星球 笑笑星球頻道 提供各種不同的學習影片 學習兒歌 有聲書以及各種小知識 並以小朋友能夠理解的方式 來講解與說明 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在這邊 快樂的學習到東西喔 小朋友你有沒有用過 立可白或是立可帶呢 如果在我們寫錯字的時候 都會用立可白或是立可帶來修正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鉛筆來寫字 當然就是用橡皮擦來修正 那你們知不知道 在古代啊沒有橡皮擦 沒有立可白也沒有立可帶 你知道他們是用什麼方法 來修正寫錯的字嗎 那古代人呢 當然寫字也會有寫錯字的時候啊 他們是怎麼修正這個錯字的呢 他們使用一種東西叫做紫黃 來修正他們的錯字喔 紫黃呢是一種橙黃色又透明的一種礦物質 那因為這個成分呢 它有褪色作用 所以呢他們就把這個紫黃啊 拿來塗在他們寫錯字的那一個字上面 那這樣子呢 這個字就會慢慢慢慢慢慢的褪色 等到褪色之後 你就可以再寫新的字在上面了 那因為呢這個紫黃的功用啊 就有點像是現在我們使用的這個立可白 就是把它塗一塗塗一塗 然後呢再重新寫在上面 所以呢就會有一句成語叫做 信口磁黃 這個成語就是這樣子來的喔 那小朋友你會不會常常寫錯字啊 寫字對你來說是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呢 OK那現在時間差不多囉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有什麼新的影片要來跟大家介紹吧 哈囉各位小朋友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介紹笑笑星球 最近推出了 鴨鴨姐姐說故事系列的有聲書 裡面有一個山洞裡的生氣寶寶 小朋友你們有沒有很愛生氣呀 有沒有跟山洞裡的生氣寶寶一樣愛生氣 愛生氣會交不到朋友喔 那你們想不想聽聽看這個生氣寶寶 他是如何克服他愛生氣的脾氣呢 趕快點擊這個影片 一起來聽聽睡前故事 山洞裡的生氣寶寶 那再來呢要跟大家推薦的就是笑笑星球裡面的 魔法騎士團的兒歌 這個呢是屬於兒童冒險兒歌喔 裡面呢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比如說啊你要超越自己的呀 還有呢正義的正義騎士團的兒歌啊 或者是夥伴的啊 哇裡面有各種主題 而且歌曲都很簡單喔 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聆聽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一顆喜歡冒險的心的話呢 趕快來點擊下方的資訊連結 我們一起來畸形觀看喔 小朋友你們會不會很愛生氣呢 生氣其實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喔 因為呢那會讓你失去思考能力 所以呢如果生氣的話呢 記得我們要深呼吸 這樣子呢你就會發現 喔剛才的事情 還根本就沒有那麼容易生氣了對不對 那小朋友你們有沒有什麼 可以讓自己冷靜的方法呀 歡迎呢可以到下面留言來告訴呀呀姐姐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介紹到這邊 如果呢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各位呢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那各位小朋友如果有想要觀看什麼內容的話 也歡迎留言來告訴我們 我們也會盡量製作適合小朋友觀看的影片喔 那小小資訊報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本週也要一起哈哈笑喔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大家拜拜